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种这棵树的时候 它与你心里的互动 每个真理都挑战你关于圣灵的所有 那些所有特征的每一个真理都是 医治需不需要挑战所有这方面呢? 我们以一个自己孤陋寡闻和没有人性的概念 去看一个真理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现在就明白 为何灵恩那么多没有人性的报道家 明白吗? 因为你不用人性去看一个真理 你不是用人性去看这个信心 所以我们来看 为何我用逻辑环来说 在全面来说 你讲信心的时候 你就要想想 你怎样有温柔信实的方式去行信心 你怎样有坚持忍耐折制的方式去行信心 你怎样有因慈这些方式去行信心 会议的真理其实是挑战你全人的美德 会议的真理也是 所以信心会这样挑战我们 身为一棵无花果树的以色列 你会否一样挑战这个民族 是不是? 神其实以色列不是只取过人 那么简单 你身为一个以色列的国家 你在全外邦人面前 你是失见症 你们没有人性 你拿了个信仰 你们没有人性 所以他们就是神为质取 因为神强调功果还是强调性格 as a nation 你们是没有人性的 是不是? 你们整个 nation的性格 整个民风 整个 culture都有问题 我们要将你从这个地赶出去 你见不见? 所以一个国家可以是一棵树 主耶稣基督它可以是一棵树 但是问题是你自己 就好像一棵树 坐在溪水房 而并且你信的每个真理 在你的生命当中 都是一个complete 的一棵树 每一粒种子 无论医治、腐竹 我们所说的任何一个真理 其实它是全面挑战你的全人 但是很多人是以没有人性的方式 去看真理 为什么他们没有人性的方式去看真理? 因为他们是公理主义 是吗? 完全是公理主义 它直接撇开了人性 它直接当是一个守则 一个 rule 做了就行了 交代了 按照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是最少的change 最少的uncomfortable 这种感觉 仍然保护了自己的东西 不用改 生活不用改 突然间要走破 那时候又要这样 这个时候又要这样 那种活在自己的comfort zone 每个人都是习惯了 活在自己的comfort zone 因为他们活在自己的comfort zone 是下意识 不会用人性去看真理 其实化理座人 为什么他们不能用人性去看主耶稣 为什么? 你的安息人 这些东西 他们为什么不能用人性去看主耶稣 为什么? 因为他们活在自己的comfort zone 什么使人去留在自己的comfort zone 就是他们不改他的性格 他们不改他们 习惯了 已经为自己set up establish the kingd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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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适合他自己的性格 的安乐祸 明白吗? 所以你会看到 神创造的世界 每一个时代当中 都不是不断提供安乐祸 给我们 你有安乐祸 就行了 你去秘魯巴比伦七十年 安乐祸 就行了 你有安乐祸 我跟着 波斯马代 灭你的国 诸如此类 安乐祸 就行了 即是不罗马 灭你的耶路撒冷 你们走回全世界 为什么? 因为 As a nation 他们不是需要安乐祸 整个nation 他们不反省 这个nation 好像一棵树 应该有结出的各样的 爱的果子 去泛洋光大 神的性格 那种宝贵 就是让人羡慕他们的性格 OK? 而这个就是神所希望 但是问题 如何才可以使到 人羡慕他们的性格? 就是admire他们 现在你知道 就算你大胃也是 以色列也是 你拥有性格 你就有 spiritual power 是不是真的? 是的 大胃是合神心意的 拥有神中意的性格 他就有 spiritual power 但我们经常都是 想有 spiritual power 然后就看看 那才有没有神的性格 但其实不是 是神的性格 就有 spiritual power 所以我们帮人看回来 永远是管活到自己 他见到 spiritual power 我就会 爱你这个人 爱你这个国家 但是 为什么我说 先要爱神的性格才行? 因为这个有讲到 就是说 我们想得到一件事之前 首先我们先 admire 那件事 真的 是的 你一定 admire 那件事 你赞赏那件事 你才会想得到那件事 你的妈妈是这个人的才能 她的歌喉 她的创作 明白吗? 差不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四十二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事必扭坏的 复活的事不扭坏的 祝你活到 心痴缺着 离别迷惘人生 每天思恋我神 父心切忍度我 令我走天路 陪伴我心灾终未善形象 伴我狂张 领会扶持心 领略善良 领受你口爱不生世上 令我永远至爱 满日我心灌 我愿成终 我愿自强 为繁盛此向忠心交障 为独爱尚主 我愿这生还想 Zither Harp